嗨 各位豆粉們 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今天我們要來講 雷射輔助保養品給予 這個聽起來好拗口 其實就是怎麼樣讓你的保養品吸收更加強 這個其實你在家沒有辦法自己做 這個就是你必須要來診所 你必須要打一些破壞性比較強的雷射 然後皮膚要打一些小洞洞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投雨保養品下去 或是投雨藥物下去 這個可以增加皮膚的吸收 例如說左旋C 傳明酸 A酸 然後玻尿酸 還有什麼 甚至聚左旋乳酸 然後還有一些類部唇 這些有一些是藥 有一些是保養品 這個雷射輔助的藥物投雨就是非常好玩 我們是皮膚科醫生嘛 我們有知道很多種保養品啊 很多種藥物 有些時候呢 真的是很礙於說 巴痕就這麼厚 那些痘痘的病人 他那個角質就這麼厚 我今天怎麼讓這個藥物 或這個保養品 能夠真的很深入的到皮膚裡面 就有方法啊 就是這個就是雷射啊 雷射把上面的表皮 然後穿出無數上千萬的小洞 在那個當下 我是立刻馬上馬上 而且是趕時間的把它 把那個藥物這樣子整個插上去 每次在打雷射的時候 就是很像在做這樣 這個東西呢 其實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 只是很少被提到而已 這個英文叫做 Laser Assistive Drug Delivery 意思就是說 一塊正常的皮膚 我們經過雷射的照射之後 如果說今天是皮秒雷射 它打了那個超級晶片 把那個表皮有一些打破啊 露出那個真皮層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再給予 我們想要的藥物 或是我們想要給予它玻尿酸 增加它皮膚的保水度 它的藥物吸收其實會高達 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可以有很廣很廣的應用 好我們先講一些疾病好了 今天你有一個胸前的卸足腫 你因為開了一個Cardiac Surgery 開胸手術 然後你有卸足腫 你就產生了非常大的卸足腫 我一般的治療 病人說它很癢很痛 我就打了一些肋骨唇進去 那個實在是痛到一個爆炸 好如果我在打UP的同時 我在著動 然後並且把那個上面的疤痕作 給予破壞 在它的那個通道 還沒有完全密合的時候 我就給它拍下很多的肋骨唇 那這樣子的情形是不是 我就可以減少病人去施打 那個藥物的疼痛感 這樣子的給予 它是會是更均勻 然後效果更好的 我拍下去的東西 它可以是肋骨唇 可以是OFU 可以是一些其他的抗癌症的藥物 那我們今天 我們如果說美容應用 我們可以應用在哪裡 有些女人到了四五十歲之後 這個眼周就會開始出現一些小細紋 有什麼東西 我們平常擦就可以減少細紋 叫做A酸 Tretinoid Retinoid Dathlin Tezeratin 這些全部都是A酸的藥物 這些東西呢 如果我們立刻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馬上插上一層外用的A酸 它的吸收的效果 會比原本 這皮膚是正常的吸收效果 來到更好 我們可以運用在哪裡 我們可以運用在乾斑 我們可以運用在斑點的病人身上 大家都知道 乾斑非常非常的難治 重點我們今天是打皮苗 我們也都是需要好幾次 我們才會看到一些些的效果 傳明酸 左旋C 這些藥物呢 或是這些保養品呢 都有美白的功效 都有退黑色素降低Pyrosinase的功效 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皮膚如果有一些小洞洞小孔孔 我們是不是趕快立刻擦下這些東西 皮膚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快的吸收 因為乘幾何時 你的腳直車會這樣打開 讓那些保養品深入到皮膚的裡面 這是不太可能 只有雷射才能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那聰明的你這時候會不會問我說 醫生啊你不是說 美白的產品不能在雷射素後擦嗎 在醫生的指示下做當然是ok的啊 在醫生認可的情況之下 我們覺得這是安全的 成分簡單嘛 如果說我們今天給病人在雷射素後 投雨的成分簡單不會引起過敏 重點是要讓它深入到皮膚的裡面 在這個情況下是被允許的 那有網友會說 去完腳趾嘛 要擦保養品 是不是也會有類似的功效 其實也是ok喔 但是說真的啦 你用磨砂膏或是用果霜患膚去的角質 跟雷射打出一些很細小 非常看不到的小洞 那個效果一定是天壤之別 你再怎麼磨砂 你不可能把皮膚打出一個洞嘛 其實我覺得這麼多年這樣子打下來 我真的覺得雷射是一個 就是它的學問非常大 然後我們應用也可以非常廣泛 並不是一個專業性非常低的東西 為什麼有些醫生他打出來的效果就是特別好 他在這個術後的修復 在術後的保養 我說這個叫做小小的動作 在這個小小的動作裡面 他就能增加他今天打出來的效果 我是Doctor's品牌的擁有整齁 所以今天就讓我來介紹一下 怎麼使用我的產品 在保養品的使用下面 其實我們第一會建議要補水 裡面的成分非常的簡單 它的成分不超過20量 那裡面其實就是PGA 然後玻尿酸 還有一些抗發炎的東西 保養的第一層其實就是需要這樣子的水狀的產品 它擦上去會是滑滑的感覺 也牽液 對皮膚是非常好的 這樣子我們擦完 我們有看到兩邊對比嗎 當然沒有啊 妳擦 怎麼看的呢 我們是很真實的好嗎 就只有使用者能夠感覺得出來 它比較水嫩 所以兩邊對比是沒有的 OK 我們有跟你講 兩邊有擦 分眼縮瞎 哇 美上美皮膚科就是最真實的 可是擦起來真的有感覺 就會比較 Ding 比較水 好 以上是我對Laser Assisted Drug Delivery 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Like 或是Share 我的YouTube Channel